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高興今天和大家在楊索見面 為何我在大灣區踩到楊索呢? 原因是很簡單 由於桂林好山好水 大家都知道桂林是一個旅遊勝地 亦是我們一個洋巴 大家看到我背後這些 就是桂林山水 今天我這個盆是什麼呢? 當然是一個筍盆 也是一個好介紹才會走到這麼遠 就是我們一個鳳凰的山水上景 鳳凰山水上景 大家都知道我們有一個電台 叫做鳳凰衛視 我們老闆也是這個鳳凰的 待會我進去銷售中心 再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品牌 現在為何我說桂林山水這麼漂亮呢? 還有一個筍盆 筍在哪裡? 這個就是楊索 因為楊索西街 本身是一個知名打卡的旅遊勝地 而那裡的酒店也是比較小規模 我們現在做這個山水上景 它也是我們的發展商 和我們一個美國的溫德姆集團 合作經營的一個酒店形式 我們這裡有賣些什麼呢? 公寓 小形式的公寓 還有一個是複式單位 複式單位是很漂亮的 現在我說這些 也是待會我們帶大家 看完我們那個驅毀情況之後 再跟大家去的楊板房 就可以證實這件事 因為我現在說 只有一個說 大家去到實景看到才知道 就是我們整個楊索的一個驅毀 整個楊索是分為三個部份 一個部份就是我們的舊城區 就在楊索最出名的一個西街的位置 現在就到新城區 就是我們項目所在的這個位置 接著就是在我們項目後面的 這個十美畫廊 就是整個楊索風景精華團 目前是分為三個位置 我們說一下為什麼我們項目會在新城區 首先來說這個位置 舊城區 其實它就是從七幾年開始 就已經開始做旅遊業了 由於楊索是每年遞增的一些遊客 遊客過來 去到2019年的時候 它的遊客量已經達到兩千萬了 那是因為它的設備 目前是已經是 已經是 即是說 不滿足現在消費者的一個需求 還有它的設備都已經是比較舊了 所以它就要再整個一個新城區 那整個新城區 而且在2020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的習主席都會來到這裡 就會說要將楊索打造成一個 國際級的旅遊城市 但是如果還是按照舊城區 舊規模這樣就發展不起身了 是的 一來它已經局限了 是的 而且都滿足不到消費者的需求 由於旅遊人數真的太多了 是的 因為桂林山水實在太漂亮了 是的 所以它的遊客都會外益 在這個情況下政府都很焦慮 它就整了一塊新地 那這塊地其實當時拿都很難拿 因為整個楊索這邊百分之八十的土地 是受到國務院去保護的 那你要整這塊來 生態平衡 是的 那這塊地從2008年到2008年 搞了整十年去收地 收地繁不繁嗎 會不會像黑社會一樣 不會都很公平的 都繁了很多錢的 所以它們都很樂意的 其實我們到來 就是大家雙贏 是的 來到這裏之後 這塊地繁了十年 正式投入使用的話 是在2019年的 是的 實際上是在2019年 是在2019年 是在2019年全部都落實下來 是的 拿地那時就搞了十年 批覆 即批覆這個流程搞了十年 是的 然後真真正的拿地 批到下來的情況下 是在2019年 是的 我現在就跟我們的顧客 朋友 交代一下這件事 因為人家會計算使用年限 其實這個使用年限 我們是70年 是 大家亦都很放心 這件事 OK 繼續 OK 現在的話 我現在楊索縣的政府 已經來到這裏了 即是在我們這個項目的對面 是的 就在我們項目的一路之隔 是的 我剛才在外面跟大家交代的時候 我都說我們是一個服務中心 也是我們政府部門 是的 它已經在這裏了 所以它早期已經進來 其實大家都知道 所有政府所在的地方 它一定是一個未來發展的導向 而且是一個很核心中心的一個位置 我們項目周邊的 我們項目在這裏 周邊的好像醫療配套 以及教育配套 以及平時我們的生活配套 都已經投入使用了 已經投入使用了 是的 已經投入使用了 醫療都已經有了 是的 都是有的 好像中醫院 保健院 中學都是有的 而且好像在我們項目隔離 會有一個汽車總站 有總站 是的 現在有沒有的 現在有的 有的 是的 即是它是未來所有的旅遊大巴 和遊客來到這裏的第一個停靠站 就是我們項目的 在我們項目走過這裏 大概都是五分鐘左右 我可不可以這樣理解呢 我們這些遊客 很多人過來 第一站在這裏 首先來講 對我們這個樓盤的優勢是非常之好的 是的 是不是這樣理解 遊客的導入 遊客的導入 會是在這裏 因為往往開一個新盤 或者一個新的景點 就是最怕交通不變 以及美蘭級客 現在我們是直接帶到客戶 來到這裏 OK 重要的一點 就好像 你看一下 我們平時來到這裏 沒有飛就是高鐵 自駕 接著就是飛機 好像我們這個站 以後會有高鐵的大巴 直線直達的 那個高鐵來到這裏 現在我們走的是一條舊路 四十分鐘 在明年 我們會有一條新路 二十五分鐘便到 那裏是哪個位置 這個是高鐵站 高鐵站 楊索 楊索高鐵站來到項目 所以來到新線 只需二十五分鐘 是的 很快 其實這個高鐵站 好像去到我們的四個省會 三個小時以內便到 好像湖南 湖南的長沙 貴陽 廣州 南陵 三個小時便到 好像我們在廣州 兩個小時便到 我覺得很快 是的 非常之快 接著這邊 也有開通香港的九龍站 好明年 好明年 台北 现在又带大家来看看 这个是98平方的两房两厅一围的样板间 现在进来,除了大名以外进来 这个空间是很阔的,可以看到 这里也有一个串物柜在这里 至于你放什么,放什么,另外一回事 鞋柜和你坐在这里换鞋的地方都有 虽然这个是非交付标准的 但它是一个指引,你可以参考它 另外一个厨房非常福乐 一个妖型的厨房,再加上一个雪櫃的位置 应有尽有的东西都可以做到 好,我们看看厨房,哇,很大,很阔 这个客厅大家看到,够了幅度 另外一个饭厅和客厅之间 是一个距离,空间感很大 有些也喜欢在这里做一个饰柜 在这里做一个间隔的也有 那你上去,视觉感和空间的活动 它距离大一点,就好像它现在摆 其实也很舒服的,不会有那么多杂物在这里 看看,一个公用卫生间 公用卫生间也是用到一个光湿分离的 位置都很富乐的,大家看到了 当然也有窗有通风 嗯,就看看我们这里有一个厨房 厨房位置,OK啦 都算比较大的,看看床头柜两边 这边还有很大的空间 其实如果去,可以将床头柜 靠近床身,整床移植那些 活动空间更加大 当然一样板房是给大家看的 这样就,两边做大一点的距离 大家感觉上它走的地方更多些 而如果给我摆,当然往那边移植 留一个床头柜位置,OK啦 这里就是主人房了 主人房很大 同样每一个交付标准 床身的背景场都是做的 天花也有的 我们刚才在其他房间里面 也拍过交付标准 基本上跟那些一致 一出来有一个露台 这里有一个露台比较大的 当然我们的露台,厅也有 房间也有,都是这样出去的 完全足够我们的活动空间 至于你说,喝茶出去水 或者喝酒,烧一下东西吃 都完全没问题,非常之电档 好,这个房间98平方 我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来到我们的阳板间 这个是多大? 这个是我们193 对的,接着就是五房三厅三位 的一个幅式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大 百米阔的一个大楼台 跟着陈送的面积就去到 整个三十多个方 我们先进去看看 这边 好,这边 进去到门口 这里有个圆关位 圆关位 先进去 右上边有我们的厨房 其实这个位置也很阔 完全可以做一些隐藏的东西 是的,接着我们的门 这里也配到有电子锁 是的,这里有电子锁 是的,接着也会有个门禁 这个基本上都有的 是的 我们有些特别的东西 那我们的阳房 全部都是清装交付 好像看我们厨房里面的那些 厨柜 还有那个七日烟机 还有我们的煤气炉 都是交付的标准 还有一个问题 你说一个交付标准 我想问一下里面那些东西 有没有的? 有的,我们有的 是的,我隐藏在这里 我很细心 你真的很细心 没有什么女朋友 然后再看我们的 这些都是 这里有没有的? 有的 有的 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买进去 到时我们的业主收红 全部都配了 即是有这个 七油烟机 燃气炉 是的,热水器 看到有的 是的 冲柜也没有的 嗯 是的 OK 还有一个呢 你说交付标准 地面好像现在这样 是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些都是我们的交付标准 挺好的 实木地板 真的上到档切 是的 再看我们的吊顶 吊顶 吊带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的交付标准 这两个吊顶 应该不是 是的 反正就是一间屋里面 我们所有 所有可以搬走的 那些是远装 是的 远装 就是后期自己 我们的业主自己去配置 即是我们 我先打断一下 我们的硬装 表明了是什么 是搬不动的东西 是的 就是一个房子扣住 是 跌不到的东西 明白 我们在社会都明白的 我们看到这里 很漂亮的阳光 全部都是三面窗 是的 是的 就是我们的厅里面 会有些矮仓的设计 所以我们的通透性是很强的 我再给大家看看 我们外面的景 很漂亮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花园 是的 我们刚才走过来 那些彩缸通透性很强的 还有去到这里 大家都知道 桂林是不会有很高的楼 是的 所以我们的观景是很舒服的 开门见山 嗯 风水格局都很漂亮的 好 先关一下我们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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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我们这个位置 我们这里就是我们这个 真是大卖电 100米闊的一个大楼台 嗯 那我们整个楼台差不多三十几个方 平时你在这里摆一张冰棒桌 在这里打麻将 两围都可以 在这里烧烤 冰金桌 也不会摆在这里 打麻将 烧一下食 是啊 喝茶 大家去吹一下水 是啊 你看我们 高火 够火 在这里烧烤食 多舒服 多他条 下次找我 我也喜欢这些 其实可以看看周边的景都很漂亮的 嗯 现在就是我们的实景 不看到我们每栋楼的间距 和我们底下的花园 其实跟我们平时住的那些房 真的差很远的 而且相对来说 我们的景观视野会比较好一点 跟我们平时住的那些 可能会有两边 又或者是一边 它是有阻挡的 但我们这边是没有的 再看这边的话 我们也会有个客人房 跟着有长辈房 我们也会有个快乐 并且从路排去入房 再次 我们会有个客人房 跟着呢 也会有个长辈房 跟着呢 这边也会有个公共卫生间 那这些都是全部配齐的 那这些都是全部配齐的 那那喂肉 和一些我们的银镜 和我们的洗手盆 全部都是配齐的 这边会有房间 再来看看三幅四 再来看看二楼 二楼会有主行房和儿童房 然后我们会有公共空间 我们这边是给小朋友去玩的地方 平时我们自己的业主 其实是可以设计一个书房 又或者是茶室 这里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小的健身房 又或者你可以设计一些雅物房 这里也会有公共卫生间 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 我们每间房都会有一个偽仓的设计 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 平时我们住的那些传统的商品楼 其实是有某一间房是没有窗的 我们可以做到每一间房都有窗 所以它的通透性是比较强的 这里还有一个小型的会客厅 可以做一些小朋友平时玩的地方 又或者是喝茶的 放一些书都可以的 可以做一个书吧 是的 就是看你自己的功能 需要做些什么 是的 再看这间就是我们的主人房 这个不是客厅来的吗 这个主人房自己室内的客厅 这些是真是享受的 那你平时可以做一个衣服间 又或者在这里做一个影厅 是吧 做一些 很多想像的那些 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 是的 我觉得如果可以的情况下 然后呢 就把空间放大去 自己一个 嗯 大间一点的 大空间 獨自一个 自我空间在这里 是的 接着这里 都会在客房里面 都会有个楼台 就是生活楼台 就是生活楼台 市场 の野菜 都会有没有 在这家屋里面 都会在家居台 一个下계居台 不知…. 是 你老土的 可以在家居台 都会用到家居台 但是我建议大家 都会用到家居台 有限制更好的 它们 只要关系 小炖 都会在家居台